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15号 昨天的时候 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北美 北部 包括纽约 很多城市 下雪了 可能很多人 有些人认为正常 有些人认为不正常 而同时呢 这一两天呢 会出现这个叫写月 从2014年到2015年 在一年里面出现两次 连续两年之间会出现四次 其实就是这个月泉石 如果说白了叫月泉石 那民间呢 中国人的民间叫天狗吃月 其实是个 在民间上说是不吉利的事 是很不吉利的事情 那4月15号同时又是胡耀邦的忌日 25周年的忌日 25年前的1989年 4月15号 那胡耀邦去世 而当年的胡耀邦为什么触弄了邓小平 是因为他要树立法律 法律本身保护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新闻自由 那将意味着废除中共的一党专制 所以这个 这种隐喻太深刻了 作为普通的人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这一份隐喻 而与此同时 也在15号这天 那习近平呢 在北京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 也挺特别的 那针对这个情况呢 我们今天的两期节目呢 会有两个侧重点 那这一期节目会跟大家分享 习近平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 网上应该是德国之声的一篇报道 这么说的 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会议强调维稳 那这是习近平星线参加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首次会议时表示 中国正处在一个最复杂的历史时期 需要采取协调行动来应对国内外的挑战 所以他提到了一个最复杂的历史时期 这一次会议之后要不了两三天 你看一定有人死 我说一定有人死的是 在军队当中在政法委体系当中会出事情的 开这个会是压场子 道理很简单 作为主席 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小组组长 我说话了 谁敢威胁国家安全 我就干死你 他实际是引述了新华社的报道了 那篇报道我自己也看了 他说当前中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时候都要丰富 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 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 所以要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 既重视外部安全是修辞 又重视内部安全是实在 中国人讲话都是这样的 对吧 通篇 他整个的通篇稿当中 我注意到了 里头没有提到中国共产党如何如何 里面提到的所有的都是国家安全的概念 那与此同时放出的消息 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 在本月初的一段时间出访了日本 秘密会见了日本的首相 包括会见了日本的内务大臣和外务大臣 那包括他的官方长官 那就在我的角度来讲呢 这个会完全是对内 完全是对内的 是因为现在的局势出现一个状况 中南海恶浪滔天 大家你死我活 所以他站出来开这个会 表明开工没有回头剑 第一剑射出去了 他又抽出背后抽出第二把剑 现在射了第二把剑 那头一把剑第二把剑射出去呢 那有的朋友就硬紧的做了一番事 BBC有篇报道这么说的 王文志 这是新华社的记者 直接再次实名举报 这个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 他接受BBC采访时说 中央反腐的决心给了我勇气 你看这前后硬紧了 非常有趣 跟唱戏似的 王文志透过自己的微博 向中纪委再次举报宋林 那他是在5月14号晚上7点36分发出的微博中指控 那华润集团的董事长宋林 在华润收购山西金业产业过程中 存在严重的独职行为 造成巨额国有资产的流失 刚刚被拿下来的中宣部的副部长 原中宣部的副部长 正部级官员 就是原来太原 一直在山西围官 而山西省的相应的过去的官 已经被抓了好几个了 非常应景 那这是王文志第二次实名举报他 他曾经实名举报过 但是没动他也没动对方 而王文志在这个微博中还提到 宋林包养情人 涉嫌贪腐 举报信的落款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王文志 并且付了宋林和他的情妇杨丽娟的合照 内容很多 涉及到多少钱 他们之间如何如何 都是这些具体的内容 那还有一个叫李建军的 在去年的时候曾经也举报过 是山西晚报的大概是 是太原晚报 是山西晚报的记者 所以这个宋林是第二次被这样处理的 那我看有一些其他的评论提到 宋林呢是宋平的远房亲戚 而宋林背后的大老板应该是江泽民 所以在我的看来角度就是说 应景啊 你记住石头这句话 2014中国会出大事 所有的人都在与时间赛跑 什么时间呢 就是让所有的人瞠目结舌的时间 因为今天在中国社会里面的人 没有一个人满意 挣钱的 嫖娼的 卖银的 当官的 倒房子的 要饭 打工的 没有一个人满意这个制度 那才是邪门的 那才正常的 但是谁都又不愿意挑出来说共产党是罪恶之首 但是大家又知道说共产党是罪恶之首 2014会有的桥的 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应景人的故事 是等于配合习近平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那同时有另外一个应景人的事情 是直接扎习近平国家安全委员会 德国之声的报道这么讲 维权律师说 我们被警察虐待 建三江维权事件让人们怀疑 中共当局是否兑现承诺 遏制酷刑的使用 建立法制 保证被指控者的法律权益 那中国维权律师被中共党媒称为社会独留 他们在过去的一年里遭到了广泛的打击 文章上来就引述了唐吉田律师 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 就是他在建三江的这个拘留所里面的十六天日日夜夜的经历 他讲说头上罩着黑头套 被带进了房间 然后听到拉绳子的声 突然背后的手铐被猛的向上拉 他四脚朝天 这是唐吉田律师回忆自己被抓进警局的场所 他说我的头朝下 两脚离地 屁股朝上 唐吉田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讲 五六个人打我 踢我 整个过程我只听见砰砰砰的声音 打人的人 不让被打的人看见他的脸 把被打的人蒙上头 他们打人不说话 然后他们是以国家的名义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的名义 关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的 法律的这个管制机构里面 但他们不是人 他们把人的脸蒙上 他们见不得人 他们知道自己连畜生都不如 所有这些事情的干这些事情的人都是这样 就像中国共产党当官的给他下属下文件似的 上级领导指示 上级领导不是人 你看吧 从上至下都是这个 对吧 他不是人的原因是 他白天当黑天 黑天当夜里 他永远是见不得阳光 但表面上他是穿衣服的 实际是他完全都是裸奔的 这就是这个体制的真实的一面 有人说 石头你对共产党那么大仇恨 那我的想法挺简单的 当这个体制下的一个老百姓 他的媳妇 被城管 强奸的时候 这个男人敢躲在鸡脚上不出声 我就想问你 我跟共产党有什么仇恨 你跟共产党有什么仇恨 所以应了一个朋友说的话 今天的中国人不反共 还是人吗 真的是 而黑头盗黑夜黑绑架 这是高之胜律师的曾经写过的一篇长文 今天尖三江律师 这个维权律师四个律师被打折了16根肋骨 高之胜律师因为被这样残酷对待的原因是 高之胜律师知道了那法轮功学员在十年前就曾经遭受过这样的迫害 他站出来了 他公开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 他就遭受了同样的迫害 而当时的人很多人说他太激进了 但今天说他太激进的很多人同样遭受了同样的迫害 智者在于从生命的角度看问题 他可以看到生命的本质 不会人云也云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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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